全国选举委员会NEC在投票结束后的一期 一份文件中表示 全国选民投票率来70.41% 路透市称 初步统计结果预计 将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左右 北京时间19点产生 不过 官方结果要到8月中旬查公布 或多数席委政党将负责主建新一级王国政府 令日新华社29月消息 前普赛国家宣举委员会数据显示 全国选民注册人数为838万名 共设22967个投票站 本次选举共有柬埔寨人民党 红森所在政党 民主联盟党 奉先彼克党 基层民主党的20个政党参加竞选 决逐国会125个席委 或多数席委的政党将负责主建新一级王国政府 柬埔寨在全国部署了约7万名安保人员保障选举安全 约9万名柬埔寨观察员和300多名外国观察员 在选举过程进行监督 据悉 各选区的初步计票结果 预计于投票日到晚陆续公布 国家选举委员会将于8月11日公布 广告书不统计结果并接收投诉 最终结果将于数日后公布 国务民议会事件普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 没进任期五年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 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不代表腾议会事件普通计判